大家好,我是叶鲁峰 接下去我们教程的第二板块 西换引擎基础操作的第二节 查找并添加登具 首先我们的系统自带的登具 是放在这边内容查找里面 如果要是没有刚刚那个下拉菜单的话 我们点击这个图标,它就会出现 如果要是在向下拉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多文件夹 那就说明是在这个视图选项这里 一个内容 内容把这里所有的勾都打上 它就会显示出来 然后我们下拉找到DMXFiction内容 DMXFiction内容 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 DMX类相关的一些设备 包括一个烟火 激光 还有舞台登具 还有一个冷烟火 然后这个是存放的一些特效 然后这里是舞台的一些道具 然后这个是一个喷泉 然后如果要是所有的都打开了之后 发现还是找不到这个DMXFiction内容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是不是 DMX插件没有打开 也就是说你的工程文件创建错误 它默认是没有打开的 那如果要是这个图标也没有出现 那我们就要在窗口的插件设置里面 进入插件点击所有 然后在这里面搜索DMX 然后把所有的勾都打上 然后进行一个重启的操作 那么它这个图标就会出现 然后也会有这个DMXFiction的插件内容 那进行一个放置登具之前呢 这里要先说一些窗口上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一板块的教程会用到的窗口 是一个内容浏览器 一个世界大纲视图 一个放置Adictor的一个窗口 包括一个细节面板 这些窗口呢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都可以在这个窗口选项里面 去进行一个勾选 然后浏览器的话 我们现在是一个浏览器 然后我平常用的话 都是两个浏览器 这样子会稍微的方便一点 主要的话就是一个浏览器 开两个浏览器 然后一个世界大纲 一个放置Adictor 以及一个细节面板 其次这个插件一定要打开 然后这个世界大纲呢 之前也说过 它是一个场景里面的所有的物体 都是在这里面 通过世界大纲里面 去进行一个选取 和一个编辑 好 再讲一下这个一些这种小细节的东西 包括这边小三角形 下拉的话 可以看到有一个显示数据 包括显示这个帧率 然后一些其他的选项 比较常用的 包括这个距离场 这个市场 一般的情况都是一个默认一个九十度 然后这个屏幕百分比 当然建立的话最后还是默认一百 因为百分比一条高的话会占用你的一个电脑资源 然后包括一个各个视图的一个切换 视角的一个切换 包括一个光照啊 无光照啊 笔刷的这种一个切换 当然它这里也有快捷键可以去操作 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边的一些小工具栏呢 我们也先大概的讲一下 我们先拖一个 比如说拖一个这个 拖一个确实架吧 明显一点 我们选择空照 这个确实架 然后这边一个类似于十字 它是一个平移 我们选中它 然后再选中物体 它会出现一个XYZ三个方向 去拖动它 进行一个移动 然后一个视口的一个这样子的切换呢 是通过鼠标和键盘的一个配合去切换 如果要按住鼠标的左键 进行一个鼠标的一个左右旋转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镜头的一个旋转 就是鼠标的X轴 平移它就是个旋转 鼠标的Y轴就是前后拖动 它就是一个前后走的一个动作 然后滚轮的中键 它就是一个前后的一个移动 它是一个前后的一个移动 然后按住鼠标的右键 它是一个视角的一个转换 当我们既想要转换视角 又想要进行一个移动的操作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按住鼠标的右键 按键盘的WSAD 它是一个上下左右的一个运动 然后Q和E Q是一个下降 E是一个上升 包括你用鼠标的左右键 同时按住一个上下的一个 我们鼠标往前推跟往下拉 那它就是一个这种起伏的一个 升降的一个相机运动 我们正常的一个比较方便的操作 就是按住鼠标右键 然后进行一个WSD的一个操作 对于一些玩游戏 比如说像CS啊什么之类的游戏 包括一些飞行类游戏 可能操作起来会相当的顺手 按住鼠标右键进行一个移动 然后Q和E进行一个上下 如果相机的移动过快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去调整一个相机的速度 比如现在调到1 它就相当的缓慢 调到一个3 这是一个相机的一个 等于视角相机的一个速度的一个调整 然后如果要是在这个移动模式下 按这个中间的这个球 那是可以随意的一个拖动 随意的一个拖动 这是一个基础操作 然后这边 这边它是一个旋转 它旋转是围绕着一个轴心 进行一个旋转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物体的一个位移 包括旋转的时候 在这边 它都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参数 产生一个变化 那我们同时也可以在这上面操作 进行一个XYZ的一个平移 包括一个角度的一个旋转 在细节这个里面 包括一个缩放 当然这个图标 它也是一个缩放功能 分别对应的是每个轴的一个缩放 然后这个图标 它是一个轴的一个更改 它在虚幻引擎里面 它的轴是分两种显示模式 一个是世界场景 一个是物体 物体 物体本身的一个轴 等于是一个 世界坐标轴和一个本地坐标轴 那世界坐标轴呢 它就是始终 是以 XYZ这种分布 我们切到 XY然后Z这种分布来进行一个分布 当我们切换 我们将物体旋转了45度 看它的这个轴 还是按照世界坐标 进行一个分布 当我们选择物体了之后 它就会去按照物体 它自带的一个轴的一个方向 去进行的一个操作 然后这个功能呢 是指在拖拽物体当中的时候 是否对齐这个网格 那我们来到这里 看到没 它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白色 这里的一颗一颗 一大颗一大颗 当我们去调整这个参数 比如我们先调整个1 调整5 看到没 它这个格 等于是我们现在是 打开这个功能之后 我们现在是每5小格 等于是按照这个亮一点的 这个格子 进行一个物体的一个拖拽 一小格是5步 一小格是5步 那我们如果要是再将它调到1 它的格子就变得更密了 看 一颗一颗的调 但我们就把它调到100 相当于是1米 因为在虚幻引擎的一个单位 它是一个厘米值的单位 那我现在再把它归0 那我再进行一个拖动 它就是100100的加 等于是1米1米的往上加 一大颗一大颗的一个加 包括这个旋转角度也是 它选择了5 我们再选择旋转 那它每次都是5度5度的在加 当我们选择一个 再复位一下 当我们选择一个90度 那它每次都是以90度在这里加 包括这个缩放 它也是一样的道理 它每次是缩放0.25啊 0.5啊 或者说是更小 甚至每次是缩放一次一个1度 或者说是一个10 那至于这个对齐表面功能 这个是怎么用的呢 打个比方 我现在复制一个地板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旋转个15度 旋转个15度 然后在每一开启这个功能的情况下 我们往上拖一个架子 它是直接是搓穿在物体里面的 当我们开启这个表面对齐工具之后 我们再去拖拽这个物体 它就会去让这个轴 让这个轴 去贴合这个表面 给你这个轴的轴 轴心 这就是这个表面对齐的一个工具 基本上的一些基础操作 稍微的讲了一下 那接下来就开始添加我们的灯具 那添加我们灯具之前呢 我要说一点的是 当我们要添加 比如说我们要添加一个光速灯 因为我们肯定会对光速的一些动态进行一个调整 因为它是系统自带的一些灯具 所以说我们建议还是复制出来去做一个使用 具体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说BPFIX 这里要注意一下的是文件夹的命名 它目前只支持英文的 当然中文的也是可以 但是你在输的时候可能会不太那么的方便 它会一直始终提示 但建议还是用英文的吧 然后再在文件夹里面去复制一个光速灯进来 复制到这里 然后右键进行个保存 然后我们拖动这个光速灯放置在场景当中 然后我们点击光速灯 我们会看到这里细节面板 这里会有很多参数 这里是一个灯所在的一个坐标位置 包括一个旋转角度和比例处放 这里是调节的一个灯具的一个渲染的一个等级 这里是调灯具的一个最大亮度 然后这里是调一个灯 灯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灯具投射的一个距离 这里是一个色温 这里是点光源和定向光源的一个灯泡尺寸的一个调整 然后这两个呢 一个是灯具的一个阴影投射以及一个动态的一个遮挡 我们如果要是想让光速灯不会穿模型的话 那就要把这两个够打上 然后这下面一个demax的选项呢 就是一个配接的一个地方 那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摆灯的一个操作 那么首先选中这个灯将它放置在一个灵位 把个比方 这里呢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摆位 那假设我们现在是要一米一个灯 一米一个灯 那我们就直接把距离调成一个100 调成100之后 我们切换到上市图 这里我们先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它隐藏 好 然后我们按住ALT键 ALT键按住 然后在水边进行拖拽 一米一个 比如说我们总共要拖出来 按住 按住拖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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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总共有九台灯 对九台灯 八台灯数错了 好我们这里总共拖拽出来有八台灯 然后再将灯锯进行一个移中的处理 然后再选择一个五十 OK 这样灯锯就聚中 然后再进行一个往向后 然后接换到兔实施图 好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灯锯摆放 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